原标题 郭敬明最心绕吓坏网友投小一圈脸部苍蓝 这个部位最恐怖郭敬明 应该是很多90后的青春回忆了 他的许多小说 都是90后们学生时代的最爱 随着90后长大郭敬明也开始转行 他开公司先作家 后来还进军了娱乐圈 进军娱乐圈之后 郭敬明开始大肆捞筋 参加各种综艺还当起了导演 将自己的小说翻上荧幕 但反响并不是很好 他本人也因为到了片子质量低下 炫富等原因 备受争议比起前几年的高考论 郭敬明最近却没有太多的消息 近日沉寂很久的郭敬明 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自拍照 心里委屈的打开视频 和我妈通话我妈第一句 哎呦你捡了个啥子脑壳友 好丑啊 我从文字能看得出来 郭敬明的情绪似乎很高涨啊 不过郭敬明这张自拍照 却吓坏了很多网友 网友们评论说 郭敬明这是怎么了 出现了多 我的妈呀 变化好大啊 看来网友人受的惊吓 的确不想哈小妈 却仔细看了这张自拍 相比之前变化是挺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发型的原因 感觉郭敬明的头整个小了一圈 原本已经很瘦的脸 看起来更加消瘦了 除了脸部仔细看过敬明的脖子 也挺恐怖的这张自拍里 郭敬明的脖子不是一般的长 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网友说 像长颈鹿 形容得很贴切啊 还有网友评论 有点中年男人的感觉了 老了 竟然在小四脸上看出了岁月 也难怪网友评论说他老了 郭敬明的整体看起来 真的有点苍老啊 看来郭敬明自己 国文中说的评价是对的 一把年纪了还装嫩真的好吗 其实前段时间 郭敬明参加节目时 看起来还挺年轻 以前自拍的画风 也没有苍老的感觉 和狗狗自拍看起来 还有些少年 所以 周老最近是经历了什么 不过就像网友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